第三題,如幼圖所示,假蛋白擺錘為磁心銅球,力度是每立方公分8.9克,以蛋白擺錘質量為磁心鋁球,力度是每立方公分2.7克,以之以蛋白擺長叫假蛋白長,則使兩蛋白做小角度擺縫時,哪一蛋白的周期較長,且其原因為何? 我們曉得蛋白的等時性,蛋白的周期與擺錘質量與擺角大小無關,只與擺長有關,擺長越長,周期越長,因此我們不需要理會,我們擺錘的密度或者是體積,我們只需要看擺長,以蛋白的擺長比較長,所以周期就比較長,因此第三題問我們,哪一蛋白的周期較長,且其原因為何? 我們答案選擇是B,乙蛋白,因擺長叫長